与球,是锦赛开达在即日本队总教练,戴姿影视,绝对女王,与球是锦赛于30日开达在即,各国好手纷纷抵达中国南京备战,而日本队教练普朱凤,临行前接受日媒采访, 针对日本队在世锦赛的阐旺表示,由于我国女当好手带姿影视,绝对女王,所以日本名将奥远希望获山考欠若要夺冠,就要看他们的意念有多强了。 南航级的普助粉丝2004年接任日本与球队教练以来,花14年时间改革,将日本与球队的战绩带向近年的高峰, 他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访问,提到一开始日本队为了取得奥运资格,这个最大目标,不停参加小比赛累积积分, 但他上任后,要求选手多参加世界顶级选手云集的比赛,好认清自己实力。 他表示,以前日本国家队一年只集训三、四次,企业队也只知道自家选手的情况, 但现在统一由国家队知道,一年有250天的活动期。 对于日本对在世竞赛的夺牌展望,普助粉提到近况政治的日本男单一个陶田贤斗, 仅认为他,有夺冠机会,男双则是有夺牌的可能。 世界女双排行前十位中,日本组合强战四席,普助粉认为女双夺金机会颇高, 至于女当方面,因为有隔台湾的绝对女王戴姿影当对手, 就要看山口倩与目标连霸的奥远希望的意志有多强了。